这边有一些朋友提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郊区有生物圈系统 我觉得没有这个概念 对吧 2077世界生物都很少见 动物都很少见 动物快撕光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街头信誉度有什么信息吗 或者是我们来聊聊街头信誉度这个事 街头声望等级 它是一个等级系统 所以比如说你干一些坏事的话 它不会减少你的声望等级 然后目前来说 我印象中声望等级 可能和就是你在商贩中 解锁的武器有关 因为有些武器 它是比如说你声望等级20级 或者15级 你才能去解锁去购买它的 然后其他的事情 我听说官方有一些介绍 比如说更高的声望等级 可以解锁更多的商贩了 反正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我现在可能也不一定对 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说人物的等级 是决定你的能力的 然后街头信誉度是决定 你和这个世界 可以有多少互动关系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很多东西 你实际上用不了 不能开展对话 就是因为街头信誉度不够 那街头信誉度要怎么获得 实际上就是做任务 支线或者主线都会给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可能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某一个阶段 就是主线推到一个地方 卡到被街头信誉度给卡住了 然后要求你强迫你去做支线 我不确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靠任务获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然后你具体这些任务 你能不能做 是由你的等级来决定 有些人 就是有些你的帮派小混混 或者是随机事件上那些坏人 他是被警察通缉的 当玩家扫描这些人的时候 其实在扫描信息中 会看到一个绿色的 就是能提升他多少街头 声望那个经验值 对所以你们可以通过乱杀NPC 也可以提升声望等级 等级实际上它的整个关系 是街头信誉可能卡住 你对世界的交互 然后你的等级卡住 你的能力的上限 然后所谓的熟练度的上限 实际上是你的等级上限 对吧 它那个武器的熟练度 等级是和你的属性 像对应的属性是挂钩的 比如说你力量底下 有什么步枪吧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你力量 比如说你点了五点 那么你步枪的 最高的熟练度等级 也只能是五级 这个游戏的一体改造系统 是怎样的 哪些部位还有多么强大 就是说一体改造这边 说实话 我在试完的时候 我没具体的用到 然后它的槽位 好像还挺多的 我记得下场好像你记了 对吧 你可以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槽位的话 我记得是有好多个部位 比如说你的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 然后腿脚 什么都能改装 包括你的这个骨骼 也可以改装 手 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 基本上槽位数量 大概在21个左右 但是我试完的时候 除了演示视频中 提到的那个皮下握把 和一眼的话 没有接触到 其他的赛博部件 就是也没有 就是进一步的 升级过一体 对吧 我觉得它的 不管是武器 然后天赋 还有一体 它这三套东西 build起来 可能都还是有一定 有一定深度的 有可能 对 包括所有的装备了 武器 还有赛博一体 都可以加装那个模组 然后模组 也有一些细有度等级 对 模组还可以 就是在挑词条 挑品质 特别干的游戏 但那个可能是对 就是你想把角色 建得非常强了 实际上 应该不影响剧情 我觉得 那个可能是对这种 最很喜欢build的 这种玩家 给专门设计的 一些东西 而且包括专长 也有200多个专长 所以估计到游戏 中后期 有很多种build 对 我们刚才还说了 就是剧情打完了 还玩什么 我觉得这个build 这一套东西里面 可能要挖的东西 也很多 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试完的时候 没有锻造系统 但是呢 从我记录的专长来看 玩家是可以锻造 很多东西的 包括传说等级的装备 所以游戏中后期 可能就是搜刮 锻造传奇装备的素材 零件 元素 然后再锻造 很给力的传奇装备 你对装备 对一些传奇武器 这些有追求的话 应该是有这样的 一条路线给你走的 但是我估计 他也不会说 就是你不干这些事 就卡死了 你就上不去了 你就继续过不了了 这个游戏mod的支持 系统有多强大 然后会不会推出 这个第三人称的mod 官方是确认 会开放mod的这个功能 但是不一定是 游戏上线就一下就开 可能等到之后 会更新这个功能 然后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第三人称mod 应该是比较首要的目标 因为2077 它的人物 你那个V的人物模型 都已经存在的 所以第三人称mod 相对来说 是比较好做的 就是挪一下 摄像机的位置 他试完人员 就这么跟我说 官方对于这个 玩家的mod的创作 是非常的鼓励 甚至很推崇的 你到时候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官方甚至有一定的可能性 就注意了 是一定的可能性 推出这个 mod的创作工具 至于说 有没有创意工法 我就不知道了 到时候我们玩 玩成那个赛波少女 为什么真的有可能 或者是少女 就是练续少女 练练练练 还有我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我怎么自定义 就是个性化 我的造型 我的造型 能不能像NPC 那么多样 那么炫酷 首先人物 你换装备 是可以更改外观的 对吧 而且他的装备上 他的头部有两个槽位 一个是帽子 一个是脸部 对 所以我猜测 NPC所戴的 比如说一些帽子 或者面具什么的 玩家也可以戴 然后也可以更改外观 但是像是一些项链了 或者是一些装饰品 墨镜之类的 我不太确定 我之前看到官方消息 是他们还没有说 做首饰的相关的决定 所以首饰方面 可能会没有 但是其他 比如说墨镜了 面具了什么的 玩家可以佩戴 恶土到底有多大 心有多大 恶土就有多大 我们前几天 不是看到一个3D的 那个 说是泄露出来的 夜之神地图吗 然后很多人就说 路边这几个 我估计不是 我估计恶土可能 它还是有其他地图 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新手村的 那个恶土 它不在那个 夜之神那张地图里面 它在那张地图的 更南面 就是它完全就 跳出那张地图了 所以我不确定的 就是说 也许这只是一个 新手村 所以它是有一个 特殊情况 它可能连地图都没有 你玩了新手任务之后 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也可能是这样 那会不会就是存在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可以让地图来的 然后甚至是恶土可能还是在 就是夜之神的东面 还有更广阔的一片天地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知道了 这个就不知道 也许就是真的 就像那个地图那么大 也许也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恶土的面积比地图上显示面积还要大 因为这个地图是夜之城的地图 你如果把所有恶土的面积都算上的话 夜之城这个图像就会缩得很小 对吧 那大家就看夜之城也看不清 恶土就相当于外武县 这个地图就是主要的夜之城的地图 外武县就是去掉了很大一部分 我在试完的时候 我不是用游牧名飞吗 我就问了一下官方 比如说那个 就是我能看到的这些地方 我都能去吗 就官方说只要你能看到地方 你都能去 但是我没自己亲自去测 它的边界在哪 但是基本上恶土就是一望无影 很远的地方会有小小的山 我估计如果说是只要能看到地方 都能去的话 那么真的非常大 但是它很可能就是大 它并没有什么内容在里面 从设定上来说 也是没有什么内容在里面的 但是也许会藏一些彩蛋 或者什么的东西 我有一个小问题 你之前说你就是 从恶土进夜之城的时候 不是过一个海关检吗 然后你说那里有机甲 是不是 机甲是火焰宣传片里 那个机甲吗 很像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同款 而且那个机甲是军用科技的 我用那个黑客 那个只能扫描了一下 然后问号 就是那个等级也是看不到 那你看那个机甲里面是有人操控的吗 还是没有人 就是它就是 但是你从设定上来说 它是有个人坐在里面的 也不确定 也许它可能就是纯机器能 但是从2020的设定上来说 是有个人坐在里面 然后我就是看到机甲的 我觉得是两块嘛 一个就是这儿 一个就是那个军用科技袭击 漩涡帮的时候 Royce会同时面对两部这种机甲 就是这两个地方遇到了 然后Royce那个地方 就是类似于Royce是你的朋友 然后你呢就是加入到那场战斗当中 去攻击那个两部军用科技的机甲 加上一些步兵 就是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有人造皮 就是说从设定上来说肯定是有的 只是说在游戏里面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槽位 对吧 对设定上是肯定是无疑的 就是绝对有人造皮 就像你说的那个镀银 镀银的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默克斯邦 默克斯邦的所有的 不是所有 就是那几个保安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皮肤都是那种 感觉非常的光亮 那个东西 这个Powarsesco 就是手续是任务设计师吗 我忘了他的title了 好像是蠢绿的手续任务设计师吧 他就说那个东西 从设定上来说就是一个人造皮 刚刚是看了我这个试完体验 那个竹子稿 我这里写了所有的赛部一体的标签 包括三个额皮质的槽位 一个视觉系统 三个循环系统 两个免疫系统槽位 两个神经系统槽位 然后表皮系统有三个槽位 所以应该是可以改这个表皮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操作系统槽位 两个骨骼 一个双手 一个双臂 一个腿部 所以会有这个系统 而且我记得官方有说 有些赛部一体 它就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就是纯装饰品 所以像是LizziVizzi的杜葛皮肤什么的 这些东西应该是也可以安装的 因为我不记得在捏人的时候 会捏这个会捏皮肤的这个属性吧 算是因为有皮肤上的一些纹身之类的 但是你不能改成镀葛皮肤之类的 所以可能就是需要玩家在这个表皮系统上面 然后再添加其他的赛部一体 BOSS爆装备吗 BOSS专属装备吗 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回答一下 就是爆装备肯定是爆的 而且现在应该是有消息说 某一些BOSS 就是在火焰里面提到的吧 就是某一些BOSS 它是有特定的专属武器的 你可能有些时候 你为了要拿到某个武器 你会很纠结 要不要把它杀掉 就是也许你跟他 你想在剧情上把这个NPC给杀掉 但是呢 他又有一把很棒的枪 这个时候 你到底要不要把它给做掉呢 就是横刀夺矮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然后我再说一下地图上图标吧 也就是说所谓的任务 其中包括主线任务 直线任务 还有一些随机事件 包括雇佣枪手 调查和巡回 偷窃 特工破坏者 求救 需要雇佣兵 还有一个特别快递 刚才不是有个观众问吗 有特别快递 还有正在进行的攻击 应该就是正在发生的战斗 然后瞄准赛博精神病 应该就是警察发现的一个赛博精神病患者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NPC 有的NPC也会给你任务 比如说 V的工业 你下楼不是有一个拳击场 或者是体育馆吗 然后里面有一个健身教练 他好像会给你一个任务 那好像算是一个新手的 新手任务吧 好像是跟拳击有关 但是我没有接 包括那个武器 武器商店 好像武器商店老板 也会给你一些任务 就是他可能是带你进入 那个拳击那个小游戏里 对吧 我们在演示里面 看了多场这个拳击了 已经 这个游戏和今天无比 这个地图哪个更大 这个月城的回答应该比较好吧 你玩过恶毒 我也回答不上来 如果是从 就是从水平的这个面积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的 因为叶之城的范围太大了 这个月城已经失去信号了 那我来解说一下 因为大家比对游戏的地图大小吧 可能就看平面地图 对吧 平面的一个游戏地图 发现大小好像没有其他游戏那么大 但是2077它有垂直度非常的高 你看大家可以看那个演示视频中 一些摩天大楼 对不对 那么高 那么高的大楼 你进去的话可以去好几层 所以如果把所有建筑物里的面积都算上的话 它的地图的面积是很大的 而且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玩家会把这个地图面积的大小 和游戏的好坏 画一个等号 就好像你的地图面积越大 你的游戏质量越好 但是按照现在的技术来讲 你一个游戏做一个无限大的地图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的恶徒 你做个无限大地图是可以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 你没有任何的任务 或者没有必要去的地方 你何必去做出来呢 所以除了地图面积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更加的考虑游戏的丰富程度 或者是可以交互的一些元素的密集程度 来对游戏打一个比分吧 就是地图大小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要素 一个评分的标准 我觉得夏成说的就特别好了 我觉得我也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就是这样的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游戏好不好玩 可能跟这个丰富度有关 而不是大小有关 我觉得这个丰富度才是关键 然后如果说我们就是直接的回答 这个地图大不大这个事的话 我的感觉是 如果只是夜之城内部那张图的话 实际上和GTA5那个差不多 甚至可能还会小一点 可能啊 这个只是可能 因为有一些人做了那个距离的那个对比嘛 但是呢 如果加上恶徒的话 那就明显又要比GTA要大很多了 但是问题是恶徒上面实际上没有太多内容 可能它的信息的密集量非常低 但是你进到夜之城的话 它信息密集量就会很高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最终还是等玩到的时候 我们来评判 就是它的丰富度会不会超越GTA5 我猜是可以超越的 这个是我的观点吧 那我们先总结一下 我们就总结时间 刚才我说先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对2077这个游戏的期望和看法 我以为是你说你要总结一下 你来个总结吧 你来个总结吧 总结一下 我说让我个人看吧 主要是我为什么有些时候比较反感一些云玩家的发言 很多人看到2077这个游戏 觉得这个游戏就是一款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GTA5 实际上只要大家我们游玩过后 或者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游戏和GTA5有的本质上的区别 GTA5是一款比较快节奏的一款动作 当时那种动作是 在欧美地区这种 Tutu游戏也算是动作游戏的一元 快节奏的那种线性的开放世界游戏 比较快节奏的 而2077更加像是一款欧美传统的CRPG 还有这个辐射的对话系统的自由度 还有属性值的判定 也有一个GTA的一些什么通缉系统 还有载具系统这样的一些 然后再复制于这个CDPR的超强剧本 以及这个对赛博朋克文化的理解 最终打造出了这个属于我们玩家这么一个盛宴 这就是赛博朋克2077的本质 应该算是一个欧美CRPG的自由度 再加上GTA5的一些玩法 特色终于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如果玩2077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这个游戏 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 它都是一些造本宣科 就是安不就安的 将以前钱人像脑滚 辐射 新闻加斯这些 还有GTA一些精华 给进行了完美的打磨 最终融合在一起 其实你们要说这种事 缝合怪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关键是人家CDPR会做 人家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创新 但是CDPR也是用心的将每个任务故事 每个情节都设计得非常的优秀 当时我来试玩的时候 官方还特意给我强调的一件事 CDPR他们非常重视 这个游戏的剧情深度和剧本 他们这个编剧在公司中的地位都很高 有点类似于老大的级别 所以说每个编剧都拿到最高的工资 最好的待遇 所以说大家到时候 至少有一件可以保证的是 2077这个游戏的支线任务 还有这个剧情深度 我觉得应该是有保证的 还要大家千万不要到处以讹诚 说这款游戏是一款GTA5的翻版 没这么必要 官方他们也很在跟我回答的时候 他们也说 希望我们多宣传一下 这个游戏和GTA5的不同之处 因为一个RPG和一个GTA5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 只是说学了一些GTA5的精华部分 所以这里也请大家铭记一下 CDPR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理解它们 它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希望能够塑造出一个良好理智 同时也不要浮乱出演到 吴老黑的一个网络舆论环境 好 谢谢大家了 反正我还是觉得很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要关注的话也可以 也感谢这个月城和夏松 这两位大佬的直连迷进 感谢感谢 总结的非常到位了 总结非常到位了 然后我这边也没有太多想总结的 反正大家都喜欢这个游戏 我觉得实际上凭兴趣凭爱好 对不对 然后想花钱买就花钱买 然后大家玩个开心玩个快乐 然后游戏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享受一段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就很棒了 其他我觉得我不会就是说 对这个游戏就是说 报一个特别特别高的预期吧 虽然说实话 我投了很多时间精力在上面 但是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大家除了2077这款游戏 也不要忘记为了2077 为了2077为个努力付出的 这些UP主和主播们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辣条了 小夕心了 可以投给我们这些主播 谢谢 对关注关注关注 对没错 行行行 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先到这 先到这 辛苦了 辛苦辛苦各位 辛苦辛苦 那我就退出这个云了 好的好的 各位晚安拜拜 好嘞 大家晚安 早点睡觉 这个对这里也好 好的 虾虫那边可能还好一点 他毕竟是在国外 我们是在国内 我这边的直播正式开始了 哈哈哈哈 谢谢各位晚安 大家如果还不想睡觉 可以到虾虫的直播间看看啊 虾虫的直播开始了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提什么意见 也可以资讯箱发给我和这个悦神 跟虾虫都可以没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什么 能够跟大家做 好的好的 各位晚安 各位晚安 拜拜拜拜 我这边刚11点 就是我刚醒 说实话 我这个刚醒 真的是第一次和大佬这个直播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我这个说话 不是特别的利索 就是有点紧张 和大佬直播 就要再来 我这边的认识 我可以让你再来 我们这边的认识